戴笠一代枭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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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实,因办事得力,又非常忠心,真得讲的信任,就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,所以戴利一直操控军统,也因此凝造一时,而他从事的是地下情报工作,一线带兵打仗的时候少,军功不显著,所以在军中自力较遣,仅为烧将。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,却喜欢被人称为老板也是有原因的,当时搞秘密活动的,有庞大势力的头目,都不按正统职务来叫,而是都称为老板,如独老板杜月生,一个老板的称呼,代表着对其实力的认可,也模糊,隐藏了他的身份。